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就学习了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 那么从这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来学习操作系统的作业管理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的是 作业管理的进程调度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学习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将要学习 什么是这个进程调度 接着呢 我们来学习进程调度的算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 什么是这个进程的调度 那么对于这个进程调度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指设计机通过决策决定 哪一个进程进程 可以获得这个CPU的使用权 也就是说进程调度 它的意思是 我可以选择哪一个进程 可以使用这个CPU 那么它的一个前提呢 也是我们的多大程序设计的 因为它这系统里面有多个进程 所以呢进程调度的存在 那么这个也是跟我们的 多大程序设计 密切相关的 那么进程调度 它有两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保存旧进程的运行信息 请出旧进程 也就是说 某一个进程 它不能运行了 那么我们需要让它收拾包袱 离开这个CPU 第二个就是选择新的进程 然后呢 准备这个运行环境 并且分配CPU给它 这一个就是说 准备好CPU环境 然后呢 让新的进程 可以在这个CPU环境里面运行 所以这个进程调度 总的来看呢 就是有这两个步骤 那么为了实现 进程调度的这两个步骤呢 我们就需要了解 三种重要的机制 第一种呢 是这个 就须队列的排队机制 第二种呢 是这个选择运行进程的 委派机制 第三种呢 是这个新老进程的 上下文切换机制 什么意思 我们一一来看 那么首先 我们来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所学习的 进程的五状态模型 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有进程的五个状态 分别有重要的 就续 阻塞 执行的状态 以及 创建和这个宗旨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面 就续状态 它在进程调度的时候呢 就会切换回 这个执行的状态 而这个执行的状态呢 当这个时间片用完的时候 它就会切换回 这个就续的状态 同样的 这里面 执行的状态 它发起这个 IO请求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 变成这个 阻塞的状态 然后呢 在这个阻塞的状态里面 如果IO完成了 那么它又会重新的 变回这个 就续的状态 同时在前面 我们也提到了两个 队列 分别有这个 就续的队列 以及这个 阻塞的队列 那么这两个队列呢 我们在这里面 也是会简单的提到的 那么简单的 回顾了这个 进程的五状态模型 我们接下来 就来了解 刚才所提到的 三个机制 接着我们先来看 第一种机制 是这个 就续队列的 排队机制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介绍了 在操作系统里面呢 有一个 叫做就续队列 这样子的队列 那么这个队列里面 摆放的就是 所有的就续的进程 有一个 或者是多个 那么这个 就续队列的 排队机制呢 就是为了提高 进程调度的效率 事先将就续进程 按照一定的方式 排成队列 以便这个 调度程序 可以更快的 找到就续的进程 那么这一个 就是就续队列的 排队机制 接着 是第二个机制 选择运行进程的 委派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呢 就要求 可以从这个 就续队列里面 选出一个进程 然后让它去 CPU里面进行执行 简单来说 就是调度程序 一定的策略 选择就续进程 并且将这个 CPU资源分配给它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选择 运行进程的 委派机制 还有的 就是这个 新老进程的 上下文切换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需要 把新的进程 给调度到 CPU里面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 将老的进程的 这个CPU的环境 备份出来 然后呢 将新的进程的环境 切换到 CPU里面去 那么这个 就是新老进程的 上下文切换机制 它保存 当前进程的 上下文信息 然后装入 被委派执行的 进程的运行 上下文 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 CPU里面 有一个高速缓存 那么这个机制呢 就是首先 把这个老进程的 上下文备份 它的主存里面 进行备份存储 接着 将新进程的 上下文 给调入到 CPU里面 准备好 这个环境 让这个新的进程 可以运行起来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新老进程的 上下文切换机制 这三个呢 就是进程 调度 它需要的 三个基本的机制 那么在这里 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我们进行 这个进程 调度的时候 老的进程 还没有执行完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办 那么按照这个 老进程 它有没有执行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进程调度的方法 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 非抢战式的调度 第二类呢 是这个抢战式的调度 什么是 非抢战式的调度 什么是 抢战式的调度呢 我们接下来 再来了解 这两个调度的方法 首先 是这个 非抢战式的调度 那么这个调度呢 指的是 一旦 这个CPU 分配给了 某一个进程 那么就让这个进程 一直的使用下去 这个调度器呢 不管以任何原因 都不能抢战 这个正在被使用的处理器 就是说 如果这个进程 运行起来了 不管是天打雷劈 三本海啸 都不可能把它请出 当前在这运行的CPU 那么 只有这个进程 完成了工作 要退出了 又或者说 这个IO阻塞了 那么才让出 这个处理器的 那么这一个 就是非抢战式的调度 那么跟这个非抢战式的调度 相对的 就是这个 抢战式的调度 那么这个呢 指的是 允许调度程序 以一定的策略 暂停 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 也就是说 不管你当前运行的进程 有没有执行完 我都可以 把你暂停 然后把你调出来 那么 在进行这个调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保留 这个旧进程的下降文信息 然后分配处理器 给新的进程 比较好理解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对这两个方式 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么我们从系统开销 公平性和应用 对比一下 抢战式的调度 以及这个非抢战式的调度 首先是这个系统开销 对于这个系统开销呢 抢战式的调度 它会频繁的切换 因此呢 这个开销会比较大 其次是这个 非抢战式的调度 因为它的切换次数 下降度会少一些 所以呢 它的开销会小一些 接着是这个公平性 那么公平性呢 这个抢战式调度 它相对呢 是公平的 因为每一个进程 都可以被调进CPU来运行 接着是这个 非抢战式调度 那么它呢 是不公平的 因为有一些进程 它如果需要运行很久 那么它就有可能 长期的占有这个CPU 那么别的进程呢 就得不到运行 接着是第三个 应用 那么抢战式调度呢 一般都是在通用的系统里面 应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呢 都是属于这个通用的系统 那么这个非抢战式调度呢 主要是应用在一些 作用的系统里面 好的 了解了这个进程调度的概述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 这一节课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进程调度的算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再次深入到这个 操作系统里面的算法 在这里面 我们主要会介绍四个算法 第一个是这个 先来先服务的调度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我们在前面 介绍磁盘的时候 也简单的介绍过了 接着第二个呢 是这个短进程 优先调度算法 第三个呢 是这个高优先权 优先调度算法 第四个就是这个 比较公平的 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 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呢 是这个 先来先服务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我们在前面 在介绍这个磁盘调度的时候 就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这个算法呢 指的是 在介绍队列里面呢 我们按照先来先服务的原则 优先取出队列前面的进程 进行调度 比如说在这里面 介绍队列进程一 二三四五六七 进程一呢 是位于这个队列的前面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会先服务这个进程 把这个进程一 调度到这个CPU里面去 那么这个就是先来先服务的调度算法 接着呢 再把进程二调度进这个CPU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先来先服务的算法 这个算法比较简单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有介绍过了 接着是这个短进程 优先调度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指的是调度程序 优先选择 就是队列里面中 估计运行时间最短的进程 也就是说 你这个进程运行的时间越短 那么我们越优先去调度你这个进程 让你快速的算完 那么这个调度算法呢 就不利于一些 长作业的进程执行 因为对于一些长作业的进程 那么他必须等到 比他短的进程都运行完了 才轮到他执行 因此呢 这个算法是不利于 这个长作业进程的执行的 接着是第三个算法 第三个算法 高优先权 优先调度算法 那么这个呢 是以优先级为基础的 进程呢 它附带优先权 调度进程呢 优先选择权重高的进程 进行调度 也就是说 你的权重比较高 那么我优先的 让这个CPU的资源让给你 那么这个算法呢 就使得紧迫的任务 可以优先的去处理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把一些紧迫的任务 把它优先级提高一些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这个CPU 更多的去运行 这个紧迫的任务 在这里 我们也做一定的拓展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介绍了这个 前台进程和这个后台进程 前台进程 它的优先级 会高于这个后台进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前台进程呢 它是与用户进行交互的 我们需要保证 这一个用户 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不会卡顿 因此呢 这个前台进程 它的优先级 会高于这个后台进程 好的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 第四个算法 时间片 轮转调度算法 这个算法呢 是绝对公平的算法 它的执行过程是 按照先来先服务的原则 排列好就续进程 接着呢 每次从对列头部 取出带执行的进程 然后呢 分配一个时间片 让它执行 把这个时间片用完了 那么不管你这个进程 执行完 还是没有执行完 都把你这个进程 重新的插入到 这个对列的尾部 然后取出第二个就续进程 进行分配和执行 每一个进程 它分配的时间片呢 都是一样的 因此 这一个算法 是相对公平的调度算法 但是呢 它不能保证 及时的响应用户的操作 这个呢 就是时间片 轮转调度算法 那么关于进程的调度算法 在这里面就提到 这四个调度算法 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 这次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进程调度的概述 概述里面 我们了解了 为什么需要进程调度 以及进程调度 它大概的内容 以及原则 接着我们了解了 进程的四个调度算法 好的 那么这些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